香港理工大学的示威学生被警察围攻受困 已经进入第三天 学生昨天白天三度试图逃出校园 但都被警方的催泪弹挡下 只能回到校内 有受困学生表示 校内物资短缺 连水都没有了 昨天深夜 50多名中学校长进入校园 协助中学生离开 另外 理大校长滕景光也在深夜两点多进入校园 呼吁校内人士离开 示威者徒手抓住天桥栏杆 再拉住绳索 快速往下垂降 顺利降到道路上后 立刻快跑离开 而在下面不但有其他人协助 还有民众骑机车来回接应 惊险画面发生在十八号晚间 由于香港警察包围理工大学 校内示威者试图离开 但都被催泪弹挡下 或被警察拘捕 他们只好冒险垂降逃走 但警察随后赶到逃脱行动再度受挫 而在理大校内 示威者持续用路障放火阻挡警方 但受困一天已夜后 学生已疲惫不堪 直到今天凌晨十二点多 五十多名中学校长及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育成分批进入校园 陆续带学生离开 有人情绪激动 一度大声要求离场学生别走 也有人互相拥抱 场面令人逼酸 理大校长藤井光随后也到场 呼吁校内人士离开 但也表示离开的示威者会先根据 均补程序处理 对理大学生受困 港府态度强硬 政务司长张建宗十八号指出 理大校园的警民冲突已到暴动程度 民众若提供协助都可能触犯暴动罪 中国国务院也在昨天召开记者会 表示若刚说有需要 可请中央政府协助 尽管如此 立大附近仍有多位民众聚集在街头声援学生 一度与警察爆发冲突 今天凌晨一点多 声援群众才逐渐散去 记者 徐婉宁 梁俊乐报道